大家好,我是卡關 昨天在荷里活廣場發生了一宗斬人的案件 而兩位女事主都是不自救不回 當時這宗新聞一出,有很多假消息 又說什麼出鬼 最多人說是說什麼... 嘩,竟然沒有人去幫忙 這一點我覺得很值得大家去討論和反思一下 可能有些人會用上帝視覺看 就說看到他有把刀就走開了,哪怕 但我覺得是錯不完 在這個大刀會裡面,你要視黑警覺 你身邊的人是否一個正常人 會不會納錄一把老牛走過來 那這些真的要自己留意 但看回影片的時候 其實那個光頭佬好像沒有說過任何事 不是拿著把刀要大喊,痛著死掉 他不是那種 就真的是暗殺那樣的 那那這些真的沒法避免 儘量我的建議就是 例如你地鐵或街上 你見到一個不正常的人 自己跟自己說話在傻笑之類的 我建議你會彈開幾個車廂 走遠幾條街 讓他走開 現在我當你是兩位女事主其中一個 先說你被人捅那個 其實很認真 你看這段影片你就知道 基本上你是沒有還擊之力的 就算之前黑社會元朗鄉黑的斬人 他也是劈的 是劈劈的 你現在是捅下去的 而且捅了三十多刀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被捅在這件事上 這樣被捅兩三下 你已經是捅到起不了身 再說另一位 就是想去救朋友的女事主 雖然這麼說 我對於救朋友的行為 我覺得非常應用 就算我身為男人也好 我都未必夠膽 找一條命去搏救朋友 雖然這個行為非常勇敢 但我真的絕對不建議這樣做 最重要是因為光頭腦是拿著刀 赤手空拳 還算有得鬥一下 我自己會覺得 雖然可以說是朋友 有爛 你就馬上走 很賤 很混蛋 但現在這個情況 當然是關乎自己人命的 對我來說 就算現在在地上被捅的是我親人也好 我想我都會照走 或者換個角色 我現在是被捅 我都會叫我同行的 例如親人也好 朋友也好 我都希望他們先走 那大哥 死一個總好過死兩個 這些危急關頭 我自己覺得保住自己的命是最重要的 雖然這樣說 離開後丟下就不理會 就真的很混蛋 但這些始終關乎人命 人是自私的 再說 例如 現在已經發生完那宗斬人案 你看到周地都是救護員 光頭腦站在那裡 你現在是背囊的男人 當時如果你看到周地都放在那裡 或者有血 可能血跡你未必發現 但你看到前面不對路 正常來說 你哪有可能 突然看到人家跪在那裡 看到這些情況也是 走 馬上離開現場 不要走過去 你不會知道光頭腦 會不會又瘋起來 拿起把刀又捅多幾件 真的不會知道 你還要增加風險 突然走過去 一個是關乎危機意識和警覺性 現在在大刀會裡面 這兩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時刻你要留意前面發生什麼事 另外新聞上有一個阿叔 他說站在那裡目擊整件事 這些也是瘋狂的 找吧 看什麼瘋狂的 還要在訪問上認屍認屁 說如果年輕幾年 可能都想去幫忙 不要吹啦 神經病 這件事真的有一個 好像是店舖的職員 拿了一張椅子 去偷那個光頭腦 雖然這個行為 真的叫做制止光頭腦 如果隨時沒有這樣 偷停他 可能他真的會再多幾個 這樣站 因為說他被人偷了 頭就站在那裡 等到警察過來抓他 雖然這也是一個 非常英勇的行為 但又是不建議 首先 都是那句 人家是拿刀的 現在不是打遊戲的 不能拿一張椅子出來 就是監視別人的 第二 尤其是你的椅子 叫做盾器 重量也比刀重 你想想你揮一張椅子 跟別人揮一把刀 是誰的快 這些情況都是那句 除非你覺得自己真的很好打 又或者你願意拚命 去救那兩個女生 否則 絕對不建議 突然拿一件工具去幫助人 另外在香港的法例中 如果你要還擊 因為你要身為當事人 要被人打 被人捅 你才有權自衛還擊 在法例中計算 其實那個男人也可以叫 蓄意傷人之類 但因為他的動機 並不是想撞光頭腦 因為當時的危急關頭 叫做打停光頭腦 但無論如何都要上司機 即是看觀點判 如果你拿一張椅子 吐光頭腦 重手了 真的吐死了他 那就更糟了 到時謀殺的那個就是你了 另外我看到有一個說 自己也在現場上 我看到一發生這件事 他就立刻躲進了三樓的殘廁中鎖門 我覺得這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但我不確定他的殘廁 會不會在外面都可以開門 如果是的話 其實那裡也不安全 你看看那些影片 其實其他店鋪 旁邊的全部都下閘 又是一個絕對正確的做法 真的保障員工的安全 你不要說那些 為什麼不讓那兩個女生躲進去 神經病 不要瘋了 簡單單說完了 總結來說 你不要說什麼 拿手去接刀 怎樣推開他 拿皮帶去抵抗別人的刀 不要神經病 是不可能做到的 這些情況 任何一個人在現場 都是直接走就算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看法 歡迎下面留言 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還沒訂閱的還沒按讚的還沒按讚的還記得按讚的 我靠一下我們下支影片有緣再見 拜拜